假设你不要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里就上 也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子就跟在这里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如果放在这里的话呢 比较有弹性 那直接放在这里是写固定的 写固定的 这个属性的话记得是 把它打开 叫HITE 这边的话呢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XML里面更改 或者直接在这个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找到里面有个属性 HITE 这边也可以 那Checkbox的部分的话呢 里面需要改几个属性 我想主要就是Test的部分 Test的部分的话呢 看你要直接改 或者是 直接改的话 它们有个String 叫显示密码 如果打勾的话 有个显示密码 我想你们先试着 把这个界面部分先完成 就是一个TestBox 一个Test EditView 一个EditView 那底下的话是一个CheckBox 好吧 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